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Uncle Salmon 今天我就來到尖沙咀 這間假日酒店吃泡妃了 這次我們就是來試去的特色自助餐 名為波士頓龍蝦盛宴 是在五月和六月才有的 未訂閱我的朋友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現在立刻看看這間酒店的自助餐 有些什麼東西吃呢 Let's go 來這間酒店就相當方便的 只需要坐地鐵去到尖沙咀站 跟著走去尖東站N5出口 一出到地面向內街走 就很快見到酒店的了 入到大堂你可以坐電梯 或者好像我一樣 走樓梯上到這個一樓 就到這間自助餐餐廳 記住要走兩層 因為第一層是屬於N floor 這盞水晶吊燈真是又大又美 那我們上到一樓就見到這間餐廳了 叫做Bisco on the Mall 這間餐廳的擺位就相當之闊落 而且桌子和桌子之間還有很多空間 好我們立刻開始吃東西 首先讓我介紹一下這裏的海鮮刺身壽司區 這裏的壽司都是傳統的幾種 不過我就沒什麼興趣了 刺身方面你就見到有 黃鮑魚啦 釣魚啦 蝦啦 魷魚啦 沙文魚 吞拿魚和八爪魚 那我就拿了一碟吞拿魚和沙文魚試一下 但是我就發覺呢 肉質和顏色就一般了 所以呢 吃了兩塊就算了 這裏的海鮮區並不是由客人自取的 你要跟廚師說你想要什麼海鮮 他就會拿給你的了 那說明是龍蝦做主題 那我們一開始先吃一隻冰凍的龍蝦啦 那些龍蝦的肉質呢 都不錯的 而且每一隻龍蝦的體積都算是正常的 這裏都有提供這個積胎生� 不過呢你就不需要說每次每人走多少隻的 你只要跟師傅說他就會給你的了 肉質方面呢都算是新鮮的 始終都是即開 不過呢味道就一般咯 不算太吸引 我只是跟廚師說 我要一份蟹腳 他就給了一整大碟我 不過這裏的蟹腳呢 是真的很多肉很鮮甜的 那吃完海鮮呢 我就試了他們的龍蝦湯啦 嘩!味道真是正啊! 因為本身我很喜歡喝龍蝦湯的 跟著帶大家參觀一下這個沙律吧 除了一般的沙律凍肉之外 還加入了很多以龍蝦為主題的沙律 和一些cold food 我就拿了一個龍蝦蟹肉蝦 cocktail 是不是很精美呢? 跟著我還拿了這個龍蝦牛油果沙律 煙沙文魚和蘋果沙律 嘩!龍蝦牛油果沙律 主題除了有龍蝦和牛油果之外 還有很多新鮮的芒果 又甜又大塊 我就覺得很棒了 這裏的煙沙文魚呢味道又香又滑 不過不知為何就好像沒什麼客人懂得欣賞 不要緊還有我 至於這個蘋果沙律就不過不失了 跟著等我帶大家參觀一下 這裡放熱食的地方 蒸石斑魚 西蘭花炒蝦仁 還有蒜蓉粉絲蒸扇配 走前一點還有薑蔥炒龍蝦鉗 泰式炒蟹 還有兩款咖喱 煎羊扒 還有些天婦羅 這個是龍蝦意粉來的 咦這裡有這個越南蝦和這個春卷 等我試一下先 我就先拿了這個泰式炒蟹 蝦和月色春卷 這個泰式炒蟹 蟹蓋有很多肉和很多糕 味道好香好正 這個蟹鉗雖然好像很大隻 不過我就覺得沒什麼蟹味 可能是這一款蟹的關係 至於這個蟹蝦呢 味道都不錯 不過我就覺得它春卷的味道 有點怪怪的 和我平時吃的很不同 由於這個炒蟹實在太好吃了 所以我馬上要Encore 我還拿了蒜蓉粉絲蒸扇配 和西蘭花炒蝦仁 你看看 這次的糕還多過剛才那一塊 多棒 至於這個蒜蓉粉絲蒸扇配 我就覺得味道不錯 你看到這隻扇配都不算太小隻 但是我要讚這個西蘭花炒蝦仁 簡直好像在吃一個玻璃蝦一樣 又爽又彈籃 除此之外我還拿了一個燉湯 看看有什麼 有雞 瘦肉 花膠 還有龍眼肉 淡湯很甜很清潤 有驚喜啊 吃到差不多了 就開始要吃甜品了 這裏的甜品蛋糕區 種類是非常之多的 那我們看一下有什麼吃 這款是士多啤梨蛋糕 魔果拿破崙 魔果拿破崙 還有麵包布甸 還有一個雪耳糖水 還有一個雪耳糖水 還有豆腐花的 在豆腐花旁邊還有一個自助的飲品區 不過全部只是提供熱飲 我就拿了一碟蛋糕回來 讓我來試試 首先我們試這個芒果拿破崙 它裏面的酥皮是非常脆的 而且芒果也是很甜的 正 接著就來試這個Tina Mishu 它裏面就很有層次感的 而且味道是很濃郁的 不錯 接著這個是一個咖啡的Mouse Cake 咖啡味道都幾香濃 這款蛋糕裏面是有這個里的 不過就有少少酸 這款巧克力蛋糕呢 它的味道相當之濃郁 而且一點都不甜的 我非常之欣賞 最後這款就是芒果椰子蛋糕 味道相當清新 值得推介 接著我們就看雪糕櫃 這裡是提供Hagandai雪糕的 我就試了它們最新出的Pinut Calada味道 一入口你就會吃到這個椰子味和菠蘿味 不過你就會發覺有很多椰子混合在雪糕裏面 這個就未必人人喜歡了 由於這餐呢 我朋友是Holiday Inn的Membership 連加一每人就大約440元 這餐自在餐就吃完了 主要我覺得這裡的品種不算是很多 不過你說是否好吃呢 這裡的食物是不錯的 而且有很多湖管位 包括龍蝦 海鮮 特別是泰國螞蟹 我都已經吃了幾次 加上龍蝦湯 還有一些沙律 也有特色的 特別是有牛油果龍蝦沙律 裡面有很多芒果, 新鮮甜味, 很好吃 甜品方面, 素量也很多 味道也不錯 值得一提, 食物不算快 希望這方面可以注意 我今次的分享就是這麽多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片, 我們就會討論你的 今集是這麽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